各位 今天是4月12日星期三 我今天要講的是 一部10集的錄影帶 片名是《武俠董小苑》 飾演董小苑的就是孟麗萍 《谷峰》飾演《洪城囚》 《洪爾島》就是《多爾菌》 我就是做順次王 我是做順次王 寫在範圍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進去收看 說完說 不知為何我和麗萍都挺有緣 這套劇就是孟麗萍做董小軟 而1985年我拍一部電影《我為你狂》 女主角就是蔣麗萍 女主角就是蔣麗萍 其實拍古裝劇都要有些技巧 因為我有一個鏡頭 就是好像我要往前走 而有個演員就站在這裏 面向著這邊 而攝影機在這裏 所以我要走到位置 剛剛好來到這裏 我就不可以搭到他 因為搭一個位置 攝影機就看不到他 當然我們拍的時候 地下有一個標準 但是我當皇帝 我總不會低頭看著地下的標準 走路說話 也不可以一邊走一邊看著地下 要抬頭挺空 那怎樣呢 因為燈光師已經打了很多光 我走到那個位置 要吃正些光 就是最適合的位置 我全靠自己走路說對白 走到那個位置 要感光剛剛好打正的時候 就不會搭到位置 這個都算是技巧之一 另外拍攝古裝的宮廷劇 為何皇帝和皇后 愛妃、妃嬪 他們比較浪漫的時候 他們都要保持距離呢 為何愛妃不可以熱情一點 原來這是有個原因的 因為我們拍這部劇的時候 有一個鏡頭就是 董小苑好像很感謝皇上 要把頭捕在皇帝的肩膀上 皇帝當然是抬頭頂空 我們拍這部鏡頭 董小苑就捕在我的肩膀上 誰不知他一捕下來 這些雞 一揚了我一揚到我的肩膀上 連他的頭套都弄歪了NG 所以他們一定要和皇帝保持距離 不可以太親密 這些就是古裝劇 其實娛樂圈這碗飯好不好吃呢 先不要說你好不好 如果你說紋棄 你一定要一劈一劈對白這樣說出來 就是演戲 而你以為讀劇本不困難嗎 如果在宮廷劇中 你要說到文就就的 真的有些難度 還有是死記的 那你不說對白就去拍打戲 打戲是這麼辛苦的 那又不打又不講路人甲啊 所以娛樂圈這碗飯真的不是很容易吃的 聽說現在拍戲有點少鮮肉 他們是不讀劇本的 去到1 2 3 1 2 3 4 5 6 7 那樣我自己本身是碰過這種拍戲 但是他們是說1 2 3 4 5 6 7 因為呂琦他來不中 拍戲都有一些外國的演員 好像是他拍攝丹麥嬌娃 瘋狂大混賊或者是巴勒業 也有些外國人參加演出 譬如如果說玩得開心點 那英文他不可以直接說 have fun 因為have fun 只是兩個音 玩得開心點是五個音 所以那些外國人 一定要說1 2 3 4 5 但是如果懂得說廣東話的小鮮肉 他不讀劇本走來 跟你說1 2 3 4 5 即是說玩得開心點 那到底是怎樣呢 我相信 我相信是除了他自己玩得開心點 個個都不開心的 是不是 不會 都玩不開心 會忘記下來 會忘記 會忘記 會忘記